而韩国新生态女团 APING的团员 尹普美还有孙娜恩 也飞来台湾了 他们到游乐园来出外景 而且都会开直播 跟粉丝打招呼 其实也就把台湾顺便带给 韩国的观众 他们体验了这招牌游乐设施 笑傲飞音 在上面要涂口红 下场当然就惊声尖叫 而之前呢 包括Leronnyman的主持人 也来玩 一样吓得不得了 坐上笑傲飞音 轻声尖叫 男汉女团APING的团员 尹普美和孙娜恩 现身国内主题游乐园 挑战最刺激的设施 两人先后轮流坐上去 最后一起搭 还拿着口红 都是要挑战在半空中画口红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布米 事实上尹普美才到游乐园 就开直播 第一句话就用中文问号 两人还被眼尖粉丝发现 趁录影空档亲切的帮忙签名 日本没有想到说可以签名 然后签到当然很开心 两人为韩国节目出外景 摄影机大阵仗 格外引人注目 但其实他们不是第一组 到这个乐园取景的韩星 千年Running Man来台湾出外景 就曾搭上笑傲飞音 还签名留念 南韩天团Super Junior M也搭过 尽管这项高速设施 有一定的风险 也曾经发生意外 但这几年 随着韩国综艺节目播出 人吸引不少台韩粉丝尝鲜 让肖傲飞音红到国外去 TVBS新闻 陈世民陈志宇 沈锦阳新竹报导